春游田野 空游去 寒吉 竹山的特产 收到番薯 就让人回想起小时候 在田地里挖洞 竹土窑 空寒吉 这些应该是小朋友的共同回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空游是大多数小孩最难忘的休闲活动 但是对于生长在科技时代的孩子来说 别说是挖土洞 就连手上沾到泥土都会大惊小怪 试想一个不敢玩土的孩子 如何亲近自然 一个不懂家乡的人 如何爱乡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空游活动 换起孩子亲近自然及了解乡土的动力 南投县竹山国民小学 在100年4月8日举办户外教学活动 课程中有老师的指导 还有园区的工作人员示范解说 让学生了解大自然 其实都市的小朋友很少接触到田野空谣的乐趣 学校举办这个户外教学活动 让我接触大自然 也享受田野生活 也让我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跟常识 空谣好快乐 看着孩子从竹窑 天柴火 放日食物 到成果享用的过程中 充满了惊奇与感动 甚至有孩子从窑中把闷热的食物取出来时 高兴地说 好像在寻宝哦 的确 大自然中温敞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宝藏 而家乡的文化更是在地人的珍宝 活动总有结束的时候 这颗爱乡土的种子 早已在过程中生殖在孩子心中 为了配合乡土教学 也想让学生认识出生的在地文化 那出生的在地文化当然就是空寒级哦 所以呢就像夏萍控谣厂 老板人很好哦 愿意借我们这个场地 然后让我们带着孩子来体验空寒的活动 那也让孩子实际的去重新 去做一下空寒的那个动作哦 那在过程中其实孩子都学得很开心 然后也玩得非常的快乐 我们是第三孔寺空寒农场 专门提供我们学校 做一个富外教学教育典体 也欢迎我们国社团可以来共同参户 我们的地址是在南大关的第三孔 亿兵力亿兵力亿兵力十三只百五号 享受这个家庭的 我们来到电话是 空九二一三五六空八十 记者许正泽竹山采访报导